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担当韩国出名导演郭在荣指导的影片版主 横跨中青年这两个季度的表演 演技可是深得导演的信任呢 年轻的时候拍的会更多一些 所以你会知道前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你在心里其实会有一个铺垫 所以到后面戏的时候 就是成年戏的时候 因为前面的影响 其实你会更知道后面的感觉 其实不在于你的装扮 或者是一定要呈现出一个年纪大的一个人的一个模样 我觉得那个是表面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多年以后 你对夏夜的那个感情是否还在 是否还那么浓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 这部电影正式定当8月26号 年夏日的暑期遇到你 可是这个夏天最美好的事